再把焦点转回阿里山的小火车事故 在1911年完工的阿里山铁路 到今年刚好满100年 可以说是台湾的国宝级铁道 它原本在日据时代是用来运送木材 后来转型为观光用途 但是有专家认为 小火车的硬体设备更新明显不足 管理方面更是有很大的漏洞 跟小火车的观光价值真的不成正比 阿里山铁路目前的主管单位 是隶属于农委会林务局的铁路客 营运人员大约有140多位 有立委认为小火车肩负了运输和观光重任 应该拉高管理层级才对 希望就是由那个专业来经营 至于说这个人员经费 这一部分我们都可以来配合 铁路比起高铁或台铁是比较难处理 所以如果把它切开来 单独要台铁来处理 可能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但是是一个方向 今年已经满一百岁的阿里山铁路 是日治时代为了搬运红块木而兴建的 民国五十一年小火车开始载客 成为热门观光景点 但铁道专家认为硬体和管理 却没有同步转型 导致小火车安全出现疑虑 专家认为小火车经营权一度外包给民营公司 流失资深的专业员工 另外人手不足 连巡轨员都不够 都让小火车管理出现问题 而小火车的主管机关不是铁路局 在专业考量上难免打了折扣 上市为了让更多乘客搭乘加挂车厢 但却忽略司机员有视线死角 转完后看不到最后一节车厢 另外每天涌入的大批大陆观光客 更是严苛考验 旅客超载加挂车厢 对小火车来说可能是隐藏的危机 2003年发生的严重翻覆事件 虽然事故于是刹车系统问题 但是当时检讨也发现 小火车常常超载 这次发生的翻覆意外 虽然可能是天灾成分居多 不过交通部也决定 要重新检视轨道的安全 林务局主管台铁代驯的阿里山小火车 目前赔本经营 面临专业单位不想接管的窘境 要如何重新出发 继续担负阿里山主要运输任务 以及观光重任 翻覆意外的此刻 需要相关单位重新检讨 记者综合报道